最近一段时间,华语实力唱将周深平登热搜,究其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两档综艺未播鲜火,同时曝光后掀起了全网阵阵热议 不得不说周深太忙了,一年365天就没有闲的时候 不是在忙着发新歌,就是在写歌的过程当中 同时还要参加各大卫视举办的晚会 综艺节目也好,晚会也罢 只要有它在,就是收视率以及质量的一个保障 如果没有周深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观众捧场 不少粉丝都说,周深已经忙到分身乏术了 由此可见,周深的影响力有多么强大 可谓人狠话不多,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只要登上热搜,那就必然是出圈名场面 对于其他三流歌手而言,流量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 只有获得更多的流量关注,才能脱颖而出 反观他们的舞台作品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惨不忍睹 但周深完全不同,每次表演的舞台作品都深入人心 而且不难发现,即便是再忙,周深都乐在其中,毫无怨言 不像抓买艺人,一边赚钱,一边还叫苦叫累 一点都不尊重观众 实际上,能够斩获如此之多的邀约,都是周深凭借自身的实力换来的 跟流量毫无关系 因为周深本身就不是一位流量歌手 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周深不光是今年忙 明年的档基也是早早地定了下来 2021年还没有彻底落下帷幕 2022年的两档综艺就提前被网友曝光了出来 一档是慢综,一档是竞技类节目,都有同一个特点 那就是都离不开周深的老本行,音乐 其实周深一直都不喜欢比赛类型的综艺 但他正是从这种节目脱颖而出的 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怀才不遇 只要实力扛打,迟早会发光发亮 刚开始参加好声音成功出圈 后来在我们的歌中圈粉无数 不少都是陆砖粉,直接在坑底躺平 周深的每一步都走得脚踏实地 而《青春环游记》第三季开始录制前 吴通导演还发文表示 朗朗跟周深会缺席最新一季的录制 这让不少剧粉意义难平 甚至有人表示,没有了周深 该节目会失去一大半的看点 追不追都两可 极万千才华于一生的周深 因档期问题完美地跟《青春环游记》擦肩而过 但粉丝们用不着难过 因为周深的另一档综艺已经曝光 且确定了下来 而且还是音乐类型综艺 这就意味着我们又可以在音乐中一饱眼福 听周深美妙的声音了 前不久 某社交平台还举行了发布会 公布了明年的安排 其中就包括了周深参加的一档慢综 《音乐野生活》 话重点,这可不是静眼类型的节目 跟披荆斩棋的哥哥不一样 目前从曝光的海报以及艺人名字来看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档在旅途中举行的音乐盛宴 周深依旧是该节目中最大的看点 除此之外还会跟观众分享美食 共同欣赏美景与音乐 据说是由老戏谷黄磊发起邀请的 一个集结了六位不同风格的音乐人齐聚一堂 除了周深外 还有陈萨、吕思青、刘宪华、欧阳娜娜等人 个人觉得最出彩的永远都是周深 因为他才是最具人气与实力的实力派歌手 粉丝不计其数 实力不如小觑 出道至今 业务能力也从未翻车过 而且在周深身上也没有任何人设 舞台表演也好 综艺也好 他都会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既接地气又有正能量 重点是 在他的身上没有半点的偶像包袱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收获全网的一致好评 别的艺人可能会遭到很多黑粉 以及营销号的吐槽 但周深一个都没有 因为想黑也找不到黑的点 实力扛达 人品也很优秀 想在他身上找槽点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该节目会在春节录制 赶在第一季度上线 不少观众都按耐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特别期待他在节目中精彩的表现 还有一档节目则是《元宇宙唱将》 节目组会设定虚拟跟现实 两个世界场景 虚拟世界中亮相的是虚拟角色 现实场景中则是周深本人 见证者共有六人 分别是周深 华晨宇 大张伟 蔡明 李如浩 王家尔 除了蔡明外 都是业务能力极强的唱将 光听阵容就感觉看点满满 有不少人还把华晨宇跟周深进行了比较 他们两人并没有比较性 单看人气的话 华晨宇明显占据上风 因为他是流量偶像歌手 可周深是实力派歌王 谁更扛打 明眼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总而言之 周深的两档综艺节目 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 不知道大家都期待这两档节目吗